透天民宅外拉起封鎖線 还有多名警方气氛不寻常 因为这里惊传枪响 酿成一死 我回来就已经在猪猪啊猪猪了 因为我早也处理了 这栋位在嘉义县中浦乡和美村的 透天民宅 19号下午3点多 一名年约77岁余姓男子 疑似不满隔壁 57岁中国籍阴姓女邻居 长期制造噪音及卡拉OK声响 奋而持猎枪 跑到邻居家后方窗外 对着在厨房 洗碗的阴姓女子开箱 一声巨响惊动 当时在楼上的同居人下楼查看 发现死者倒卧厨房 紧急送医宣告不至 而消息一出邻居意外 但也透露曾经听闻 死者加油噪音声响 警方抵达时当场将余姓老翁逮捕起货涉案首使猎枪一把之外 还有线弹子弹三发及翻刀等证物带回分局征讯 警方表示老翁并非原住民身份也没有合法列枪使用执照 枪支来源是否外传二十年前别人遗留下来所获得有待理清 全案依照杀人及枪暴罪嫌移送地检 华氏新闻陈建邦下一报道